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懂能掌握極限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 老闆的盤後九百視頻 今天是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最後一天 在裡面我先祝福所有的頭朋友 祝大家在接下來的週休 都可以休假愉快 都可以心想事成 好 來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58點 歐利息漲1.48點 頭朋友 台積電之前漲太多了 這個地方跌 跌其實台電全資很大嘛 所以跌跌其實不用太管它 朋友我現在你手中也沒有 那目前指數就是創高之後的震盪 那主要就是什麼 反正台電漲指數就漲嘛 台電跌指數就跌嘛 但是你看這個結構 今天台電跌指數跌 這個結構又比較好對不對 沒錯嘛 你可以看那個漲的加速 都比跌的加速還要多 所以如果說以目前這個狀況的話 其實跟我們之前所學的 可能不太一樣 之前我們都說什麼 大盤漲對不對 那個漲的加速還比較多 結構才會好 現在好像有點反過來 大盤要跌 台電你拜託你跌一下 錢吹出來什麼 那個台電那全資太大 錢出來然後呢 中華型股基本上都余度均沾 所以變成說短天上的結構 它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能要 就過去你所學到的 或是做去我們所接觸到的 其實在短時間這一段的盤勢 可能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而且不太一樣的話 反正我們看來是什麼 看來是結構嗎 因為指數我認為 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 歐利西之前這段跌什麼 跌生意類股嗎 這幾天呢 再反彈嘛對不對 不過說真的 我是看不太懂啦 反正跌的時候就跌停板嘛 賣不掉嘛 漲的時候就漲停板 我也買不到 所以那個就 然後對這個就給大戶去玩 那不是我的菜 好那我們看接下來的這個 期貨的部分 好不好今天有 是二九多 二九多 二九多 欸奇怪什麼沒有跳出來 二九多 那二九多的話 老朋友二九多就是 你開上次開二七多嘛 開二七多今天是二九多的話 今天的口述是比開上次來多的 開上次來多的話就是什麼 可以偏多看好不好 好那我們昨天在節目上 昨天雖然說直播 但是我們講了後面兩個 你可以留意的一個族群跟重點 但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NB的部分 你從前天的義龍店 甚至昨天的TBK 他都告訴你什麼 他告訴你說接下來的NB不錯 第三季是不錯的 甚至第四季是虛妄 因為國外的疫情 其實是沒有控制住的 那沒有控制住的話 你停課不停學 遠距教學這一個部分的商機 基本上他就怎麼樣 持續下去 那持續下去的話 你可以看今天 像這個是義龍店 有沒有 義龍店今天收一五七 他前高是一五八 他可能又要創新高 你知道嗎 他可能要搞不好又要上去了 所以如果說你一直在前面帶的話 那看這個做散熱的例子 做散熱的 八成的散熱基本上也都他出的 好不好 這邊同朋友 他這邊有個高點是81塊 81塊是什麼 創歷史新高 同朋友81塊是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 然後創歷史新高之後 然後震兩天 這兩天月線手數又再往上 然後今天收77 最高是78 也就是說什麼 創高之後打回來 馬上又要幹嘛 又要上去了 那上去 同朋友為什麼上去 今天7月31號 你放個假回來就8月初了 你覺得這些股票 8月初交出7月營收 請問會不會很爛 同朋友問你 如果說你看股價 以及看目前的這個 各個法說的訊息來看 有沒有可能 他們在8月初交出來 7月營收是爛到爆了 沒什麼可能 看這個版社 不太可能 不太像 好不好 那既然不太像的話就是 創高之後的稍微洗一下盤 我認為就是 這種族群性的東西 基本上是OK 那這個晶圓 昨天晶圓最高是不是483 483 創歷史新高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就這一掛的啦 就這一掛NB的 從法說開始到股價 甚至到法人的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都怎麼樣 都好像比較偏正向 那比較偏正向的話 其實就是 就告訴你說下半年的NB 是虛妄的嘛 好不好 那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現在我們有講到什麼 講到矽智財的部分 那矽智財其實主要的源頭 以及想像空間的出發點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安謀的部分 軟業把它賣掉 那可能是賣給美國公司 可能是賣給美國公司的 那美國公司如果接走的話 美國公司如果接走的話 你現在中國半導體要自主 它 中美貿易 中美的關係線又不好 所以呢 所以這一塊 就矽智財的部分 它可能安謀它沒辦法用 它要用誰的 看來看去 只有台廠這邊能支援 那台廠這邊可以支援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 像這個四星 有沒有 它之前是599對不對 它現在是599耶 它要平新高你知道嗎 它已經平 它今天平新高了 那平新高代表什麼 有沒有 它如果下禮拜一開 如果開高 我們假設啦 如果不小心又開高的話 代表什麼 它又創新高了嘛 那創新高的話會怎麼樣 有沒有 一股許多男神器 同類三股成板塊 這股股票如果創新高的話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拉著愛圖 拉著力旺 這兩股都是老股的嘛 投機指標嘛 所以說拉著創意 或拉著什麼 拉著威盛 威盛 這是禮拜二K下對不對 禮拜二K下來 結果呢 結果它已經收回去了 現在有很多股票是 禮拜二K下來黑黑棒 都收不回去的耶 那你就說如果說一樣 你從這一塊來看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他們好像也壓不太住對不對 像今天那個什麼 那個自由流浦瑞 浦瑞大漲嘛 做那個IE4晶片的嘛 沒錯吧 也就是就這一掛 不管什麼細緻才IC設計 都壓不太住 壓不太住的話 就是下禮拜你可以先留意四星 因為四星在這一波 它是比較強的 為什麼比較強 中國半導體自主要IP IP 它在中國經營那麼久了 所以為什麼這波它會比創意強 其實道理就在這邊啦 當然創意也不是說不好 創意只是在後面幹嘛 慢慢的急起直追 好不好 所以下禮拜 你可以先留意四星這部分 它今天平行高了 是不是有機會衝上去 衝上去的話 應該就拉著它啦 好不好 這個為什麼這段掉下來 有人就告嘛 告黃蟲仁告林昌海嘛 說真的那個不是海哥這一段 我聽說的啦 這不是海哥議員耶 所以呢你告沒有用啊 海哥可能有買啦 但是呢 但是它這一波它不是 不是主要的主力啦 所以你告可能沒效你知道嗎 那主要的主力是另外一個大哥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 看這個樣子應該也沒事 為什麼 站回月線了嘛 不是嗎 這一段掉下來嘛 對 說什麼什麼操縱股價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它又翻上去了 這個呢 這個站上月線的 這個搞一搞搞一搞不好 這個好不好 它之前剛才是579 547這個都不到一層你知道嗎 這種不到一層的話 如果說有足球性開始往上推的話 其實是很快的 當然最便宜就是它 這個最便宜啦 所以這幾卦你可以一起看好不好 當然這一卦如果動的話 它可能會拉到什麼 IC設計嘛對不對 看一下這個啦 原相啦 有沒有 這是愛普的那個分時線啦 今天很多細資材的 有沒有 雖然說沒有大漲 或是說沒有創新高 不過呢 如果說以分時線來看 有沒有這個分時線 這30分鐘線 基本上都怎麼樣 都已經整理到 舊位點好不好 就是攻擊發育線 都已經整理 整理到這邊了 拉起來嘛 整理 都已經有點整理到攻擊發育線了 所以呢 所以 下禮拜我認為我應該可以優先留意了 好不好 好 最後看一下這個 我們剛講嘛 你西資材這邊上去 那基本上就跟IC設計 基本上他們都貨在一起了嘛 掛在一起了 掛在一起的話 連有上去的嘛 啊原相 原相間 站上 200塊 好不好 站上200塊 又回到什麼 又回到大量區的區間 回到大量區的區間 代表什麼 代表那根188 空投氣音 好不好 我們跟大家提的是 操作的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有 貨列的能力就有下一支 好不好 當然我們的索馬 交流視頻一樣 歡迎你訂閱 好不好 我們新法 跟著大物走 財富一定有 想要不要分析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完 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好今天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 動足先知一動能 掌握其先知 祝大家休假愉快 下週超順利 下週見 拜拜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